不是一般的人的 还是一般人的生活体验 就是提过非常特殊的对联 这部对联呢它叫做 与有干感人共事 从无字聚处读书 在座同学有没有人知道过这部对联呢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可能还可以帮我证实一下它的出处 我们的李顿老师 就是这样一个 有干感人 而且呢 它的学问就是从实践中 从生活经验中 也就是无字聚中呢 做出来的 所以我就说这是非常独特的 在我们当代中国的学者中间 李顿老师他所走过的 做学问的路 他的经验的路 他的精神的思想的路呢 都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主要是没有时间来介绍他 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 那么呢 李老师呢 他 他当时他很著名啊 是 我们的燕斌老师啊 他在两个月以前 他跟我提议的 都是齐老师 他说的 您能不能替我们请一下李老师 来我们学校做一次 人们科学讲座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还特别高兴 因为李老师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李老师 他说那怎么不知道啊 他写了很多书啊 我们都读过的 我听了我很为 我的老朋友感到高兴 所以说我就回北京的时候 我就代表我们学校请的他 他也就是欣然允诺 那么我们以后呢 还会有机会继续请李老师来 今天因为不巧赶上研究生的运动会 李老师呢 你们如果上网 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李老师的 就是他的各方面的介绍 以及他的学术活动 还有他的这个学术成果 我呢就不做特别具体的介绍 大家只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幅对联 我觉得那就是对李老师的 最独特的 我的向大家的介绍了 那么呢 他的讲题 中国的道路与法学者的责任 一听这个题目 就也就很独特 也很吸引人 下面呢 那我们就欢迎李老师 来给我们开讲 谢谢大家的声音 谢谢大家的声音 首先说啊,这个可能很对不起大家 因为这个,呃,这段时间事情很多 和咱们需要联系呢 中间也有些故障 所以本来说晚上讲 但是晚上呢,我就要回去了 所以只好改在这个时候来讲 那么来的时候呢 咱们学校去了一位李老师 他去接我 他讲到说他在现在在做一些教育学方面的研究 虽然他是法学出身 现在做一些教育学方面的研究 也说到我们这个学校很漂亮 我进来看了看呢 确实是这样 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实际上也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和讲中国相关联 我们都知道清华的当年的老校长梅一席先生讲过 说大学者非大楼之位也 乃大师之位也 他这个话讲了之后呢 是在一直到现在是很有影响的 但人们的看法呢 却不同 在几年前呢 我说过一个很得罪人的话 也很冒犯老前辈 我说这句话 拿到今天的中国来看 尚嫌不足 我说在今天的中国 不是梅先生那个年代的中国 大学既非大楼之位也 也非大师之位也 乃制度之位也 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化的自由空间 你就出不来大师 有大师 你也容不下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中国 各地的大学都修得很漂亮 要讲大楼来说 我们恐怕比发达国家 一点也不差了 现在真是这样 讲大学的大楼呢 我们真是不差了 我就想到我的一个朋友 哦谢谢谢谢 这个香港哈佛的博士 香港科技亚的教授丁学良 他说呢 没有他讲大学 讲什么是一流大学 他说没有一流的大学 也就没有一流的国家 那么我今天 仍然要在这说一句话 我们国家就是清华北大 这样的学校 我个人看啊 所以我讲我这话 可能很得罪人的 绝非一流大学 差得远 我们这个国家 也不是一个一流的国家 我们国家现在 现在有很多 使人们非常关注的 一种发展中的状况 那 有些人也觉得他发展得很好了 但我总觉得问题 同时存在也相当多 所以由到 由学校 讲到这样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国家 已经很好了 无需具有过多的考虑 那么 这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发展中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有人说 因为我们起步晚 一个文明以千年计 一直延续下来的古国 为什么起步晚 我们自己不应该反思吗 有人说 人家欺负我们 当年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 一百多年前 确实盛行一种 海盗的理论 看谁厉害 靠着船舰炮力 但如果讲我们是君子 我们是个君子国 我们不去打别人 不去欺负别人 你能不能不被欺负 恰恰在那个时候 你就是一个被欺负的 我们看一下 我想大概是三连吧 出了一本 很多年前出了一本书 讲鸦片战争的 他讲 为什么我们 对然打败那一战 讲到我们制度上的很多问题 包括一些与技术相关的制度 比如像我们军队的 枪炮 我们那个时候不只是使用刀剑 我们已经 也有 明就有红一大炮啊 有枪有炮 我们的枪炮是没有退役制度的 那个炮等到人家打来之后 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呢 我们看那些卫国监区的人 上至军官 下至士兵 老到六七十岁 小到十几岁 我们没有退役制度 我们的海防 那几个炮台 怎么丢掉的呢 我们的炮位是固定的 既不能左右调整角度 也不能上下调整角度 我们只是一个海防守卫队的设施 像虎门这些都是人家两边包抄上来的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制度的问题 比如像我们那时候的军队 是像地安保卫 负责地安保卫的警察一样 我们知道英国人打来了 知道英国人北上了 往浙江去了 于是我们从全国调兵 远至四川 湖北这样一些地方 这个镇十个兵 调走三个 那个二十个调走六个 各自背着干粮 然后 聚集起来 然后往浙江走 等到了浙江 英国人早跑了 我们在本土作战所发的军费 比英国从东印度公司从英国本土调军队来花的还要多 我们那个时候 当时的国家的统治者最不能接受的 是今天我们看来最应该接受的 五口通商打开门户要做买卖吧 再有一点他最不能接受的 我们看南京条约就那么几条 很短的一个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条约 其中有一条 这是英国人争取了很长时间 才争取到的 遵循复进城 遗啊 就遗迪那个遗 少数民族 我们看着外国人男的都长得稀奇古怪 女的更是奇壮异弗 是吧 所以怎么能够让他跑到大清的国土上来呢 在外国人看来 家庭之间分开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么当时英国的船 做买卖的船 到了近海 只能在海岛上 只能在船上 女性是不能上岸的 亚非战争其中一条是允许他们进城 那么当时看来最能接受的 我们今天看来绝对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像香港让出去 比如像赔多少白银 当时认为那是大皇帝赏赐给你们的 认为是你们跑到这来告状 说林则徐欺负了你们 请大皇帝裁决 所以赏你们这么多东西 就是那样一个不能放眼看世界的国家 在当时 我们在制度上 在很多方面是落后于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那么当香港回归的时候 举国欢腾 我却觉得心里有很多 很不舒服的地方 我比你们年龄还小的时候 我上我小学毕业上中学的时候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中国叫做大跃进 河北的一个县城提出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提出超英赶美 非常清楚 十五年要超过英国 那么我们说在一个凭借武力的时候 我们打不过人家 在一个比经济力量的时候 我们今天又比英国如何 他在外部的这些国家里 还不是发展的最强盛 出去的时候 是一个君王都不知道 在何处的小小的渔村 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世界金融重镇 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人多资源少 这是发展的硬制约 我说如果人多资源少的话 四九年就不用搞革命 七九年就不用搞改革 世界上 发展的走在前面的国家 除了美国加拿大 俄罗斯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国家 相当多的国家 发达国家 都是人多资源少 他们的人口是我们的三四倍 比如像日本 比如像以色列 比如像荷兰 我指的是在平均土地上站着的人 因为你要说 以你那个国大小 那样是没法比的 平均土地上 一公里上站着多少人 你说你的自然条件不好 那以色列 四面叫讲地缘政治来说 是另一个民族 是另一种信仰 多年一直在战争之中 它的人口密度比我们大 它的有些地方的平均年降水量 50毫米 比我们差的远 它是一个高耗水农产品输出国 荷兰人口是我们人口 按人均面积算是我们人口的几倍 它的我们老说 我们中国耕地在世界上少 荷兰的人均耕地是我们的三分之一 荷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这两年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农产品输出国 80年代啊 接触到荷兰人 荷兰人说了一句话 我听了心里也是非常别扭 他们有宗教信仰 他说上帝创造了人 但上帝没有创造荷兰 荷兰是荷兰人创造的 我们去韩国看一下 也是人多资源少 比我们要 要这个人口密度那 那是很大的 没有什么资源 荷兰的企业 挂了一副标语 叫做资源有限 创意无限 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 同属中国的香港台湾 人口密度比大陆大得多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比中国大陆高得多 在一两万美元 这样一个限度上 我们是刚突破 一千美元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时间 我们再看同时在大陆上 发达地方 东南沿海 长江流域 都是人多资源少 你看这西北人少资源多地 发展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我们自己没有搞好的理由 我们需要在自己身上来考虑 尤其是要从这近几百年 从近一百多年 从近几十年考虑 我们怎么走好自己的道路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 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包括我们在法学院 从事法律职业的人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 应该起到一种什么作用 那么我们说 人类过去在很长的历史 漫长的历史中 实际上是没有世界史的 我们只能说是 一个一个国别史的相加 一种一种文明史的相加 因为不往来是常态 往来是个例 比如说这个中国 说这个唐僧取经去 说日本的建真和尚东渡 那是个例 绝大多数是不往来的 我们经常说 这个 在传统社会 女性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活动 绝大多数男性 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活动 都差不多 那是在那样一种 制度文明之下 那么几百年前 有一个变化 就是世界的整体化 新航路的开通 那么带来两种变化 一个就是 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交往 从交往式特例 变成交往是非常普遍的 跨越民族 跨越地区 跨越国境的交往 包括随着交往的 一种工具的改变 有了火车 有了飞机 有了电报 有了越洋电话 有了Email 这个距离拉得很近了 人与人的普遍交往 建立起来了 第二个就是 生产和消费 都依赖于共同的世界市场 那么我们看变化 主要看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经常愿意讲中国特色 有时候讲中国特色 就拿来抵御外部 说你说人类都这样 我不这样 我跟你不一样 在政治上又来抵御外部 但是中国有没有特殊之处呢 我觉得中国确有特殊之处 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 用现代化理论 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事 用发展理论 比如像世界体系理论 边陲理论这些 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事 而需要另一种理论 转型理论 来解释中国 或者是包括前苏东 这样的国家 当然中国和前苏东 仍有很多不同 就是你讲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他绝没有在整体世界形成之后 重新封闭的历史 他绝没有计划经济的这种经历 绝没有计划经济遗产留给我们的城乡分治 我们今天城市和农村之间 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这不是简单的从制度上 说咱们把这个护股制度取消了 说修改一下法律就能解决的 原因是我们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我们由于在封闭起来 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扶贫办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总结 我们只能用农业剩余 来做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起步 我们用了一成的农业税 七成的剪刀差 来取得农业剩余 为了取得农业剩余 所以我们必须实行当时实行的 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 而不是由于别的原因 比如像有人说奸商 有人说为了组织起来 才能提高生产效率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 组织起来便于管理 这两个制度 把整个市场摧毁了 经过了一个强力的社会整合 我们形成一个总体性非常强的 这样一种社会 我们看今天我们说要搞市场经济 我们如果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种说法 我想那种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种个体和联合体的结构 首先是一个一个的人 我们看他们 这样一种学说 他特别强调每个个体的自由度 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 那么由于个体之间有着共同的需求 所以需要组成联合体 比如像由于秩序和安全方面的需求 需要组成联合体 那么与这种个体和联合体不同的结构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种结构 整体和部分 我们中国虽然中间有个文化锻炼 在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年代 正体现了两种不一样的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 在家庭中 家庭是整体 个人是部分 在整个社会 国家是整体 家庭是部分 为了整体的利益 或者我们说是抽象整体利益 完全可以牺牲部分的利益 没有个人 我们搞法律的经常用权利这个概念 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一个一个的人 他只是组成整体的部分 那么到了计划经济年代 在单位内 个人是部分 单位是整体 在整个社会 在整个社会 单位是部分 不管这个单位是一个省 一个市 一个县 还是一个工厂 一个学校 一个医院 他只是个人 他只是个部分 国家是整体 部分 他是他的边界 他的利益都是无法很清晰的显现出来 而且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部分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那个年代 从我几岁接受教育 从我几岁接受教育懂事起到像你们现在这个顺数这个年代 叫做每个人要做革命机器上的齿罗和螺丝钉 你在哪在哪发挥作用 你自己是没有选择的 给你扔在水辆箱里 你就在那待着 那么选择 经济学上 经济学讲是一个研究选择的学说 和法学上 我们现在谈的权力 谈的平等 我觉得这些概念都是相通的 我们从那样一种社会走来 我们和别人不同的 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了一种新的 我们叫它总体性社会 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了单位制度 身份制度 城乡分制 这样一系列制度 我们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发展道路 在早期的时候 在我小时候 比如像城里修楼 这个地基 都是人 一点点挖土 人一点点把土挑上去 挖成一个大葱挑上去 人搬砖 人来一块块砌 现在这个楼都是机械 预制宝 虽然也用很多农民工 但用的少多了 那时候是人一块块砌起来的了 如果那个时候要有一百万的投资的话 可能有几十万人 比如说五十万人 甚至一百万人就业 因为干的是非常出的活 随着城市建立起来了 他们也就成为城市的新移民 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这种城市 在首都 在大学教授的家里 是没有自来水的 水要到哪去 要到院子里去用桶提进来 倒在屋里一个缸里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个人从农村成为城市的新移民 他的成本是很低的 现在我们工业化完成高科技取得中国国际世界排名在天 排前几名 这个时候如果要一百万的投资 应该要的是先进的设备 高技术 要不了几个人就业 那么我们每过一年都可以算出城市化的成本会提高多少 因为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说他可以将就点 城市已经不能将就了 因为人口密集 比如说他要不讲卫生的话 在过去顶多他得病 现在他可能传染很多人得病 所以这个时候城市的公用设施 垃圾处理 水电供应 这些个供应 使至城市要新接纳移民的时候 成本是非常高的 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完成了工业化 取得了高科技 另一方面我们压住了 9亿农村人 5亿农村劳动力 3亿多余劳动力 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 列强入侵的时候 中国面对着现代化浪潮的挑战 有人认为这是数千年未遇之大变故 那么要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是人类 没有的经验 不靠我们自己走出 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这种问题 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说发展到这个阶段 压了这么多农村的人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比如说在座各位 有些已经取得了学士学位 正在攻读研究生 有些可能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 或者有些还是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人 假如我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做过不恰当的比喻 我说你们是发达国家 我是发展中国家 就说我不一定会读大学 会读博士 但我有可能读 但如果你们三十岁左右 已经是学士 硕士 博士 我六十岁是个文盲 我不是说没有发展的道路 但我绝不可能按照你们的道路去走过去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结合中国的 我们走过了二十世纪 中国人在这里头付出的代价极大 当然人类在整个二十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 付出代价也是非常大 所以有很多观念的改变 包括联合国的成立 包括人权的提出 比如像过去我们看战争法 会讲到怎么样不要伤害平民 怎么样不要略带俘虏 但二战之后 尽管没有做到最起码关键上 有一个改变在国际 立法上认为战争不应该是解决争端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争取 按照法治的思路 不管是对内对外 我们应该能够把暴力强制力压到最低限度 比较平和的来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主张来解决问题 来处理争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中国走过的道路 也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法律出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首先呢 我想谈一下传统社会 为什么还要谈那么久远的事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各学科的大学里各个学科所运用的理论来解释 现实的这些一些理论这样一些概念这样一些话语都是来自外部的 历史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 所以我们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时候也涉及到很多问题 比如像我们说那是封建社会 再比如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列强的入侵 我们也能掌入资本主义 再比如我们经常会说 在那个时代 君主 或者是男性家长 为所欲为 有生杀语夺的权利 是不是这样 我们如果看罗马古罗马十二标法 所以男性的家长都自己的妻子儿女 可以折打他们 可以出卖他们抵债 可以杀死他们 我们再看看同一个时期 往后 在那个时期过后往后 中国最起码我们从唐智清的法律是很完整的保留下来 丈夫打伤妻子折伤以上绝对是要判刑的 只不过处刑比打伤常人要轻 当然妻子打伤丈夫处刑要重 比常人要重 杀死 出卖 那都是要判很比较重的刑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 恰恰是 恰恰是 那是商品经济的初期的一种概念 这是我的 我可以使用他 可以卖掉他 我可以把他打打碎了 因为他是我的 我打碎你的东西你别不答应 这打碎这是我的 当把妻子儿女看作是他的时候 这是一个样子 当然对奴隶那就更是这种样子 但你把别人的奴隶杀一个你看看 这和我们 前不久通过的物权法 大概里面会有某种可以联系起来的考虑 中国 在传统社会 是不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啊 有人说我们商品经济不发达啊 要问怎么资本主义没有出在我们这里啊 我们看看周勤以来 前朝后世左足右舍 就是今天北京故宫那个格局 中间是故宫 这边是文化宫 是太庙 皇帝的家庙 那边设计坛 祭祀土地 五谷之神 前朝后世 这是朝廷所在的地方 那边是前门 是市场 周勤以来 行商作股 货币制度 契约制度 包括后来 宋的胶子 再往后 晋商的 钱庄汇票 我们从周勤到汉 看有很多大商人的生产 绝对是为买卖的 不是为用的 不是用剩下卖的 那是商品啊 在西方 产生于 商品交易中的制度 由此产生了 所有权 物权 权力 成为一种文化 发展到各个 所有的各个方面 包括无形的财产 包括你的婚姻的权力 包括你政治上的权力 都有了共同的权力 这个概念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 我们可以有很发达的 经济方面的法律 对我们 还有股份制度 我们看一看 自贡景言 就知道 历史上 一直是有股份制度的 但我们经交易中的规则 只限于在交易之中 我们最基本的制度 是人伦制度 这产生一种差异 我们在人伦制度上 形成了 次生级的制度 互制度 包括 所有的田制 相关联的互制度 我这个刘军宁曾经 这个提到 这个这个这个英国 在那个当时那个时期 穷人的一间草房 风能进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为什么 是我的 他说在同时期 中国恰恰是在 红楼梦时期 咱们看现在北京电视台正在 红楼梦 先学业园 在同样在那个时期 中国像甲府那样的 高楼广煞 风不能进 雨不能进 吵架的说进来就进来 千年田换八百祖 绝不是到了 后来农民 起义农民革命 和共产党革命 才分田分地真忙 我们 再往前说一点 最起码从隋唐已降 我们的军田制 那个国家天天在那分田 这是有着不同的制度的 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官制度 我们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时代 一个家庭哪怕比较贫困 有一个孩子比较聪明 认为可以是个读书种子 亲戚朋友大家帮忙 就可以攻出来 照顾一天舍郎 目登天子堂 能够做官 退 作为士绅 形成当时那个社会的中间层 形成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形成这样一种制度 就个体小农家庭的组织结构和规制 的社会政治化和制度化 以及君臣官民关系的伦理化 君是天下君父 底下的臣民都是他的孩子 官是父母官 底下是他的子民 那么君 他是天下君父 他要是天子 天之听在民听 天之士在民士 在劳北境上 中国的君主不是无制约的 是有制约的 所以孟子讲的很清楚 什么叫有道民君 什么叫独服民为 独服民的人人都要诸之 这就给历代改朝换代 取得了一种合法性 所以在那种体制下 每个人都承担着无穷的职责 没有权利可言 没有这个概念 不是说他没有权利 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伦理为先 职责为本 他承担了无穷无尽的职责 对他人 对整体 唯独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权利 那么这我前面说的这两种变化 他的一种双向作用促成了一个独特的复核结构 就是亲缘关系的传子 皇帝要传子 和拟亲缘关系中的用弦 我们形成了一种非常完美的观治 科层都分得很清楚 形成了这样一套制度 而且形成了这样一种拟亲缘的关系 那么这种国家和这个社保家房这个乡这样的制度 和家族的这个宗族的乡族的这样的制度和行业制度并行 我们说在那个时代 有时候有些人用自制 我觉得他他没有一种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自制 和在西方在古罗马文明衰败 蛮族入侵之后 在地中海沿岸商业自由城市保留那种自制的那种东西 他是没有的 但他却有一种自组织功能 所以尽管我们说 有国法有家法有什么这样一些东西 但他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他是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样的我们在讲到 为什么要把前面这段讲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既存在一个他后面的发展 发展到又过了清初的最初的这样一种社会转型之后呢 他有一个文化断裂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把一些问题推到 说为什么中国这样 由于我们有所谓几千年的封建传统 实际上很多事情 恰恰我认为是在我们在后来 在被迫打开国门启动了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之后 当这个被现代化进程重新终止 国门重新关闭起来 所形成的新传统 和这个时候的制度 对后来的影响 那么 武术臣教授曾经说过 那个时期的法律是一个国家本位的法律 我更愿意用家国本位 家是在前面的 国是按照家来构建 那么底下我们说 当清被迫打开国门之后 但应该差不多说在这个 1860年以后 这个国家开始有变化 因为变化不能可能是一个战争产生的变化 它的结构变化 我这里要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呢 是用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设 就是相对应的结构 这种社会这种什么结构关系 这个结构关系对应一种规制 法律制度它是一种规制 规则的规制度的制 这种结构和规制 相对应的时候 它对发展是有影响 那么我们在谈前面 传统社会的时候也是谈的它的一种结构关系 它是一种整条部分的结构关系 它是一种家国本位的法律 谈的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在1860年之后产生了很多变化 比如像这个外商的进入买办的行程 像这个官办的官商合办的官东商办的现代工商业的出现 工人阶级和民族自然阶级的出现 像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 就是一方面是现代的工商业这样一种体系 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工文明 二元并存 我们注意到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以后 变成了二元结构的 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 就是城乡之间啊 在法律制度上在各方面 大与相差有十几种 我今天没不可能展开 就是城乡之间的 在法律上在身份上的待遇不同 那么当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时候 是在一切国家从农工文明 转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时候 差不多都会经历的 他这两种在相互影响之中 现在的工商业会不断的影响传统的农工文明 而在二元社会结构的时候 他就在城乡之间画了一条明显的 一个僵硬的界限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 如果一个人生在农村 他想改变身份 是极其困难 只有很少的机会通过 男性通过当兵 提干 留在城里了 或者是由于工业要发展征力 把这少数的人变为城市户口了 那个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你生在那里 你就没有选择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来说 这种影响 北京市官方公布的数字 我们如果用一个人 用有北京市户口的和用外地来的 谋生的农民的话 他的成本 用农民的成本 只占用北京市户口的 百分之五十一点几 还有具体数字 这国北京市政府公布的 具体数字 尾数我记不清了 那么我们说在 清末的变化 这几方面 这个结构变了 现在工商业城市出来了 新的阶级 新的职业 都出来了 这个二元经济格局形成了 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设立了 南北洋大臣 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设立了海关 建立了新军 在清的末年 我们已经走向三权分立的制度 有人说清的那些立法 那些修制线 是拉拢立先派 欺骗老百姓 但我们从另一方面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中国我们说他那个规定 你看君主权力那么大 他走的不是英国的虚军共和的制度 走的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 日本的二元君主制 并不等于说他走不出这条路来 日本实际上是走出来了 那么到后来我们从三权分立的制度 二元君主制的宪政到总统制 到民国初年的总统制 到责任内阁制 当时制定了一大批 着眼于改革的法律 和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通过日本学习德国 到我们说后来 我们那个年代 在八十年代初期会看到一些个 一些法学方面的书或者教材 来说你看我们那个时候革命夺不彻底 那北洋政府沿用了清的这些法律 修改后的法律 我们这说他之所以能沿用 恰恰它是适应了这个现代工商业社会的 而且不但适应了我们看清末修律的时候 所做的调查和北洋政府时期所做的调查 到民国到国民党政府时候 他特别考虑到比如像民法中的民俗 做了很多调查 他是考虑到本国国情的 我们如果说前面是一个家国 这个家国本位的法律 我们说能不能说这个时候 开始仿制了一种西方的人本位的法律 当然后来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底下一个变化 这是非常独特的 就是在1924年 孙中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都丧失信心 提出走苏国的道路 提出党制 1924年国民党提出党制 到1997年共产党重提法制 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进程 当然孙中山提了党制之后 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 于是他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元老名向居正 胡汉民这些人 开始基于主义法治化 法治主义化 司法党化 开始党立法 所以这时候形成了一套 非常独特的制度 包括孙中山的设计 他在法律上的主张 他的权能区分的主张 他把一般人总觉得有些甚至有人说 现在你看他这个制度好像挺好啊 除了这个三权 他又加了两权 我们不要忘了他把三权 放在政府里面 他的立法院是政府的组成部署 他不是制衡 他是分工 以致当时就有人批评 说认为将立法行政司法等五项治权 是吧 与政府功能 平等的 把前面是个政治权利 后面是个政府功能 平等的放在一个基础上 本质上 就是绝对专制统治的翻版 那么我们看到三一年 他的训政时期约法 重新强调了 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 法理上 确立了 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及各级党部 作为权力主宰 在事实上 他的权力中枢 在中央政治会议 权力核心 在军队的总司令部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事从死 他的真正权力核心在那里 而五院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 党军政一体化的 这样一个体制 就由此形成 在党政关系上 我们看一下那个时期人的研究 包括那个时期宪法著作上 比如像 钱端生先生 那个时期宪法 著作上 专门对党制 有所研究 那个时候 国民党的 在他的这样一个体制上 形成的是中央 以党统政 的这样一种形态 在审核特别是 是党政联系 到县市一级 去党政融化的 这样一种形态 这些在国民党 时期 他都是明文规定的 就以党来统帅政 来指挥政 以党来带人民立法 这些他是明文规定着 而且国民党明确提出 包括从孙中山的时候就认为 中国人不是自由多了 是自由少了 要国家的自由 不能要个人的自由 于是国民党明确提出 他的法律体系 不应该是 现代资本主义 那样的法律体系 也就是不应该是 以人为本的 应该是以 国社为本的法律 就是国家社会本位 这样的一种法律 这是他明文提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 在这之后 由于很多历史发展中的 事件的偶然的因素 和政治的因素 我们今天在这里都不谈 我们只看这样一个进程 所显现出来 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和这个社会结构上的一些变化 共产党取得胜利 在整个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 我们说一个社会要稳定 他需要一个中间层 我们说现在比如像美国 这个社会比较稳定 两头小中间大 他有个中间层 那么中国传统社会 也有一个中间层 就是视身阶层 干坏事也干很多好事 比如有个灾害 救济一下老百姓 救济一下村里 救济一下同性人 也干些好事 可进可退 进可为官 退可为民 在地方上发挥他一种作用 这个中间层 在中国 这个 从 前一个世纪的后期 那一八几几年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零年代 有一个变化 一分为四 世线阶层 一分为四 第一 军阀 从清清最后怎么形成那样一个情况 其中就是地方军阀的形成 那个传统国家没有办法对付太平天国了 于是可以办团练 乡军淮军出来 到后来袁世海 小战败新军 只缝组于自己的 这个首脑 所以能够到这个 义和团的时候 清政权 慈禧 和列强宣战 正式宣战了 很有意思 我们那种正式宣战 不是到外面去打他那国家 是在北京打他的使馆 这边宣战了东南那些个地方大力 政府之人 和列强签订条约 东南互保 你们打你们打 你跟我们的中央政权打去 我们不打 所以后来他才形成 所谓的武昌起义 一个很偶然的世界 形成各省纷纷自治 独立了 形成第一个军阀 第二个军阀走进城里了 第二个走进城里了 民族资战 民族资产阶级 原来是地主 农村的乡绅进城 办公商业了 第三个 所有知识分子 记者医生 律师 教师 进城了 那么剩下的毛泽东 叫土豪略森 可能是好的都走了 坏的都剩下了 光干坏事 那么我们看 通过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军阀在大陆上 四九年 完全消灭着 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六年 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 自由知识分子在五七年返游后 不再说话 农村的地物土豪略森 五一二年土改后 全部解决 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 全正规权力系统 就没有民间统治精英了 正规权力系统 直接面对民众 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一个非常僵硬的结构 就是它里面没有任何弹性的 好的时候非常非常管用 就是说从理论上讲 计划经济这个结构 全力系统能够直接指挥到每一个人 它通过控制了一切资源 信息发展机会 分配给每一个单位 每个单位通过控制了一切资源 信息发展机会 分配给每一个人 信息都是这样 看书要分开看 我们那个年代 中国书 北京中国书店有个二柜 卖一些什么金瓶煤之类的 那得副部级以上才能看 看文件分级别看 大家非常清楚 发展机会也这样 我们在农村插段 我是插段里年龄最大的 谁要上大学 你想考不成 群众推荐领导通过 所以这个发展机会是控制的 包括改革开放之初 中央发一个文件 大家看三中全会以来 那个文件集里有 中央当时对各省是有点意见 说指定了四个地方 深圳什么搞特区 你们谁都想搞 搞试点啊 那哪疼啊 让谁搞谁搞 所以资源 资源信息发展机会 都是这样分配下来的 他在短时期内 可以由于控制了一切人财物 调动起来 在实现工业化上 他非常有效率的 在五十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我们的国有的工业投入的回报率 是百分之五十几 到后来到改革之初 降到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在最初的 财政的补贴投入 占财政的 百分之五 至六 在一位数字 到改革开放之初 占百分之二十八 后来还接着往上走 就是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都越来越高 不谈别的问题 但是别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那么当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第一 它是权力系统直接面对民众 没有中间层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往往搞什么事啊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呃这个呃 医疗保险制度啊或者什么各种这个社会保障都提出要 国家社会个人都承担一些 国家承担很清楚 财政个人承担也很清楚 工资里扣或者自己交 社会是什么呀 社会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块 但在那个年代国家和社会是重叠起来 是没有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 这个独特的结构 再加上 我们说 我们的单位制度 整个这个国家 一切合法的单位 除了家庭之外 都进入了序列化 所以我们有部级单位 呃这个这个这个呃有有有有有这个有这个地师级的呃 呃线团级的各种级别啊 我们的工厂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这个那个时候呃这个三百人以下是呃不是这个呃三百人以下是支部厂三百人到五百人是总支厂五百人以上是党委厂都是有级别的啊 改革开乱之初我们那个庙里的和尚都是方丈是触及方丈啊他是有级别的我们到地方人说这个李教授你是什么级别 我说我没急 我说这没急我们不好接待 你得说一级别我们就知道怎么接待你了 啊 所以他这个总体性非常强的社会 或者我们说是一种全能主义的这样这样一个一个政治体系啊 那么这种情况 在后来 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这种总体性极强的社会之中形成这样一个独特的结构 啊 就是他他的最深重制度化结构是公有制在次升级的制度上像单位制身份制这样一些制度构建起来之后他对应的法律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 有人说那个时候包括右派言论叫做有法不一无法可一 说有法不一 不过就是说那个宪法写了没用吗 所以我刘小琦给揪着刘小琦拿着宪法一点用没有 说无法可一 不过就是民法刑法没定出来吗 你改变一个思路 把无战机机专政下积聚革命的理论那七条 作为根本法 把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农业六十条 呃那个商业四十五条 呃手工业多少条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包括文教什么的那都有的那个 就中央那些文件看作根本法 你把底下两千多个 工业和中央要联合行为了 后来有些到今天我们还算做行政法规 把它整个挂起来 一个体系非常完备的法律 只不过不是你今天西方理论下的法律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法律 它是对应那种结构的 当然底下我们要看后来的变化 这个那个时候顺在讲后来变化之后我们还可以稍微说几句那个时候 的一些制度 比如像我们党政对口设立的制度 啊 党那边有些机构 原来比如像公交部啊 农村部什么对应的政府的哪些部分 政法委对应的哪些机构 对应的啊 我们的党组制度 我们的支部建在联上的制度 这个制度是和前苏联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 是一个二十多年 非法的 武装革命的党 它和前苏联那样 一次革命就成功的党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说今天 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考虑这样一问题 你说今在那个时候 西方国家是一个执政党的概念 那么在苏联 当时苏联还在 我们就可以叫它一个施政党 它具体实施 但它绝没有像中国这样 就是说在这个 当一个二十多年的武装革命党取得 成功掌握政权之后 它把它的基因 传递到整个社会上 来构建了这个社会 织布建在连上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制度 就是说苏联也好 东欧也好 都没有这样一种管理制度 是吧 而且它形成一种二十元权益的一系统 党的这块 和人大 和底下四个机构的那块 这样一种关系 是吧 我们看一下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一些文件 和一些领导人的讲话 包括毛的讲话 党政关系 包括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地位的确定 国务院是中央的 中国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 是吧 和我们非常独特的联合行文制度 中国中央国务办联合行文 中国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行文 这种东西在法律上 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规制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政法部门和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司法机关的概念的区别 政法这个概念和司法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 它的区别在哪儿 我们再看一下 即便管理的制度 单位伦理 一个非常独特的需要关注的东西 你要做一个单位 它形成一种单位伦理关系 哪些问题是不能顶的 政治问题是绝对不能顶的 哪些问题是可以顶的 你要我完成任务 我一个省开我就不完成任务 我就向你中央哭穷 我这里就要条件 包括计划经济这个年代的做计划 叫做帽子一丈高 不怕砍三刀 砍三刀也砍不着头发烧 因为什么他要进来之后 就影响了他的一个结构的变化 因为你想啊 举例来说 我你你 咱们三个人都是支部书记 都是三百人的小厂 如果要凭本领 说到了总支书记到单位书记 怎么选拔 当没有市场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企业的业绩怎么选择 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唯独一点 就是我要多少设备 我要设备不叫我投入的 我年轻打报告 只要你批了设备就下来了 我要人要增加了设备 增加了编制 我人多了 我这么书记自然就变总支书记 或者我就变党委书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这个 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 带这个制度演进 这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值得注意的 那么越过这个阶段 我们看一下后来的变化 我刚才前面讲了 维持这个体制的成本已经是很高了 加上其他的原因 当对这个国家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不在改革 在开放 开放使整个结构 发生了改变 一开放 一直的东西 他就可以进来 那么改革的话 我们看那个年代 世界各国都在改革 不管是什么改革 包括那个英国的所有化 什么都在都在改革 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个改革的时代 但打开国门 把一个封闭的国门打开 这个影响就大了 那么打开之后 我们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首先最重要的 也是结构上的变化 这个包括由这个 首先外面人能进来了 其次里面人能出去了 外面的资本能进来了 以致我们今天 每一个从农村出来的 外出谋生的人 面对的是什么 面对的是流动的国际资本 我们开始有一些人离开这个体制了 最早有了个体户 然后有了私营企业 然后有很多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去工作 比如包括我们的律师制度 在我在北京律师协会研究室的时候 叫做国家法律工作者 和现在的概念已经大不相同了 以致张思珍当时他和我在一起 以致他 他现在后来他写文章回忆起 在李作弘的辩护律师的时候 当时啊 中央就知道李作弘自己写了个辩护词 就跟张思珍说 你想办法给他弄过来 咱们看看他要说什么 张思珍就去了 去了想尽办法没弄过来 最后李作弘就当时非常提醒掉答案 那李作弘你知道他听着说什么去 结果李作弘听着也没说出什么 都惊天东地惹什么娄子的话 那事就过去了 过了二十多年 张思珍写文章说 我现在想了想 我做一个律师 替国家去我的代理人 去我的这个被告人那去 想把那个东西搞过来看看 大概不大合适这事 就是我们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 之中出了一些问题 八十年代初 我们的改革叫做放权让利 所以从农村人 从体制内的包括教师 包括工人 包括自谋出路的个体户 生活都有所提高 只不过那会有牢骚 但生活都有提高 这个生活提高 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我们中国人 在计划经济年代 那个时候是有很多错误的 但是我们的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聚集起来的国有资产 使他分散化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九十年代后期 特别是九五年到现在 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 出现了财富的重新聚集 就是说在改革之初 我们的改革叫做 当时目标叫做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是富国强兵 和我们今天的目标 已经差距极大了 你想当时工业 农业 国防 科技 现代化是富国强兵 为什么不说教育现代化啊 为什么不说我们的法治现代化啊 为什么不说人的现代化啊 我们 我们是要走过富国强兵的目标 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 我们的改革目标越来越缓混 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到什么时候才把它明确一点 到邓南巡之后 到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 十五大确定法治社会 这里面的 有很多问题聚集在那里 为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包括邓早期的不争论 从策略上都考虑 但本质问题上 有些是不能绕过的 我们很艰难的走过来 到现在我总说 我们很多问题 缺乏一个梳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旧体制并存的时候 两种体制中间有一种差价 这个差价太大 一般人都不可能参与竞争 只有少部分人能参与竞争 只有更少部分人能够在竞争中获胜 所以在也就在十多年的时间内 中国出现了一批资产以亿计算 几个亿 十几个亿 几十个亿 三百个亿的人 我们知道在有规则的社会中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 是出不来爆发库的 像IT产业这样一个 上台阶的技术出现 是很特殊的情况 不是天天有这种机会的 所以出了IT产业 出了一批非常有钱的人 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那么在一般有规则的市场中 不会出爆发库 而在这几年 中国确实出来这么一批 极其富有的人 而且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人口中 比例极少 所以按国家统计局 成调对农调对 找抽亮 按照复理统计的方法 按照抽亮框的方法 按照量化研究的方法 你找不到他 但是由于底数太大 十三亿人呢 所以他们的绝对数也不少 这就形成了在今天世界上 尤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 本来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不管是多么高昂 多么奢侈的商品 他都会马上传到世界各地 但这是本来是常态 因为他是开放的嘛 他要流动 那么不正常的是 在很多发达国家 卖不出去的东西 或者卖很少东西 到中国都能大量的卖出去 到达北京市的 有些房屋的价格 比纽约的 在绝对价格比纽约还高 北京上海 这样一些城市 最高档的百货商场 也就是一楼卖男士们用的名言名酒 女士们用的首饰化妆品 就最高档的 这个要和人口和城市规模 有个比例的 中国的大城市 是纽约 巴黎 中京 伦敦 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末 现在发生到什么样 我不知道了 十倍以上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按照国家统集局公布的数字 我们城乡分治嘛 城里 收入最高的 收入较高的 收入中等的 收入较低的 收入最低的 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按照官方可统计 可拿到的数字 最高百分之二十 在本届政府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最高百分之二十 占有金融资产 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最低百分之二十 占有金融资产 就是股票债券 银行存款这些 百分之一点五 那么到第二年 最高百分之二十 占有金融资产 百分之六十七 以后都不公布了 这个 发达国家不说 发展中国家城乡之差 一般是一比一点六 就是说我城市人 比如收入 这月一月收入 比如说月收入 一百六十块钱 你农村人收入一百块钱 一般这么个概念 超入三国的 按照市航有一个调查 当时只找的三个国家 中国是一比六 当然你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是 一比三点几不到一比四 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官员也承认 研究者包括这个政府中的研究机构 比如像国家发展中心 发改委 魂官院 都承认一比六 我们地区之差 新数字 我不清楚 九十年代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当时上海浦东还没有起来 当时以县位单位最高的是珠海市区 最低的是贵州省秦伦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差八十四倍 这就是我们中国面对这种状况 就是收入差距极大 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贫富差距都非常大 而且收入分配不公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 有几个 新近这几年提出的 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概念 和谐 我们确实存在太多不和谐 一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 当然有很多政策上 各方面的好的地方有大家的 投入努力 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一个呢 是金融运作 占很重的分量 外资的引入 国内的贷款 就是金融运作 当然任何经济发展在现在都离不了金融运作 但我们这里 我们要看到这块所起的作用 第二呢 农民工的低工资 刚才我已经说了北方北京公布的官方的数字 第三呢 改革成本支付的滞后 这个改革 除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从封闭转向开放 从整计划以转向多元一级 还从一个低风险的社会 转向一个高风险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个高风险的社会 那么我们要使一个人在市场之中 靠了自己的努力 去生活的好一些 尤其使原来基础差 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只是由于他生来一点 比如农村的人 使他能够做到这点 你政府要给他两个前提 一个要给他一定的竞争的本领 叫做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免费的职业培训 一个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 我们看看 在这个健康方面 我们国家在1997年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在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一公约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 国家对于国民的健康权承担积极责任 但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卫生公正 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会员国中 现在192个了 191个会员国中 我们当时排到第四 萨拉姆那样一个国家 他没垮台之前 那样一个专制的国家 在 方大国家对他实行经济制裁 十几年的情况下 他的卫生公正排第65 也就是说在萨拉姆没垮台之前 他那个国家的国民病了 萨拉姆是要掏腰包的 我们呢 这个 卫生总投入 不是像有些人认为很低 我们的卫生总投入已经超过世界水平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这里有一点 其中政府的投入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占总投入的 36%降到 世纪之交的 14% 差不多一年降一个百分之 今天的世界上 最穷的国家 老百姓看病自己负担的 占40% 中国老百姓 连农村在城里拉平了算 占60% 我说是官方公布数字 要官方公布数字 卫生部那数字有点问题 他在问题在哪呢 那个商业保险 你那与你国家没任何关系 说我自己买份商业保险 那不算商业保险的话 我们新的医疗保险制度 覆盖国民 10% 你不能按他这个 咱们政府报纸一灯壳一开两会说 英保人数已经覆盖 覆盖80%多90% 我先问问什么叫英保人数 你的国民待遇是不是平等的 你把农民都排除在外 说是这城里有一部分也排除在 这英保人数 你差不多都保了 那不解决问题 新的医疗保险覆盖国民 新数字我不清楚啊 最起码前一两年 也就在10% 因为SARS之前连10%都不大 这个旧的公费医疗覆盖全体国民 改革面临一个人 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利益上 你怎么考虑 这个 那么我们 按照官方的数字 60%多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这是卫生部的数字 卫生部三次 医疗服务调查 城市中 这个大城市 中城市 小城市 农村一类二类 三类四类算下来 有相当多的人 有些到达四五十 个别到达70% 有病 不去看 因为没钱 去看了 该住院 不住院 住院了 没好 就出院 这三七个级别 我这里都有数字的 这个数字都是政府公开的数字 我们去云南做调查 从政治上 这个国界时 那是很严的 那对于当地住民来说 那两边都是亲戚 他是可以比较随便走的 对方的人均收入 是我们这边的三分之一 对方比我们穷多了 但是我们这边的孩子 在前几年 到对方去接受义务教育 因为那边不要钱 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 我们改革开放很多需要支付成本的支付成本之后 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再加上 我们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 以牺牲资源 环境为代价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思路 是不是真正改变了 我们这次 中共中央关于和谐社会的文件中提到 世界的主潮流 是和平发展合作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想 我们只有真的要想的时候 才能把人的生存质量 一个一个的人的生存质量是否提高 放到首位 因为我们过去讲经济增长 不管是对企业家 还是官员看他的政绩 看他政治家的成就 说这个 整体发展是个什么概念 后来我们认识到 除了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社会发展 我们谈的是平均数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预期寿命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差别 在前到我说的 出现了那个报复人群 同时我们还出现了 有生活在农村的人 农村进城谋生的人 和城市失业下岗人 组成的弱势人群 同样在本届政府 在文家宝 这届政府第二次 两会期间 答记者问的时候 谈的 按当时的标准 现在标准稍提升了 几十块钱 按当时的标准 年均收入 不是每月 一年年均收入 625块钱以下的 3000万人 865块钱以下的 9000万人 包括钱的 我们想一想 即使在农村 一年几百块钱 800多块钱 过的什么日子 城市享受低保的 这600多个城市 城市享受低保的 2200多 2200多万人 2200多万 加上那9000万 11天万人 13亿人 差不多十分之一 我们还不算统计漏算 差不多十分之一 处于政府不救济 就没法活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认识 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 从单纯的讲 平均的社会发展情况 转向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 联合国提出 我们现在也承认 国家发改委 有时候要向联合国报 这方面的情况 提到 人类发展这个概念 提到人的基本权利问题 提到 看一个一个人的生存质量 是否有所提升 看一个一个人 他的选择自由 他能不能有尊严的活着 那么这个为什么我要谈到 就是我们认识 是不是真正转变过来 在毛泽东那个时代 毛奖要准备打仗 准备打世界大战 准备早打 准备打大战争 准备打核战争 到邓的时候 认识到和平发展 是世界两大主题 到江的时候 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到胡的时候 提出和谐世界 那他第三个和谐嘛 国内和谐社会 国际上和谐世界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这个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还是自己真这么想 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 如果真这样想的话 那么我们讲法治 讲提升一个一个人的生存质量 才是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我们实际上还想着别的 那就是另一回事 因为国家财政这个盘子就是这么大 那就是看在政府的问题单子上 哪个问题排位在前的问题 有没有钱 没有一个国家 也没有一个人说 你们家回家看看 我们家的钱 现在真是发愁啊 这钱多的 不知道怎么花了 没有这事 再有钱 他都说我这钱不够 关键是怎么排序 那么这里头就会回到 我们基本的法治理念上 我们能不能真正确立 这样一种法治的原则 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所不能剥夺的 一切在法律上的决定 不管对大面的立法 行政的决策 到具体一个案件的处理 都按预设的程序办 一切法律上的争纷 最后都可以得到司法审判的救济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 我们能不能接受一种善智的观念 对于善智的研究 还是我们党的机构先开始的 中央编译局 余可平 他们那开始 最早提出善智的研究 就是很多事情 政府 首先明确政府的位置 我在北京讲 我说这个 大大小小的官员 只不过是我们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 你不要反客为主 忘了你自己是干什么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即使全因全意为了大家好 你自己一个人关什么干 也是干不好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法治的理念 要有好的法律体系 在立法上 在决策上 就要有公众的参与 而公众参与的前提 第一是信息公开 什么是权利 大家是学法的 我在这不好多说什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等量的选择空间 选择干还是不干 这样干还是那样干 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许做买卖的 谁做买卖了 好多人都这个急着下海 有人一下去赶快就跳回来了 不成这姿务不对 为什么 给了你这个选择空间 权利和利益 不是一回事 我们中国经常用权益 妇女权益保障法 权利和利益不是一个概念 给了我这个选择空间 我可以做买卖 可以不做买卖 可以卖这个表 可以卖这个水 我自己选择 选择是我自己承担结果 可能赚钱 可能不赔不赚 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这个婚姻过去包办不好 现在是你自己的权利 你自己自主决定 可能非常美满 可能就那么回事 可能打得头发血流 咱们搞法的 动刀子都有 到最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使他能够选择 还有一个前提 我们不讲他本身能力 你有做好准备承担后果没有 这是一回事 在法治社会中一个很基本 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讲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学法学什么 那会我们扑法呀 周瑜最早开始搞扑法 五年一次什么的 搞这个 我们那个最高领导人 都经常请某个教授去讲讲法 我从来没听说过 美国总统在白宫里学法 我觉得那些现学大概来不及 他要这么一点 就是说一般人需要掌握 你需要专业上 你是搞法的 是啊 你美国司法部长也好 总统也好 运事怎么办 赶快给自己找一律师 哪怕你也是律师出身 现代社会 这个问题 他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一般人需要什么 需要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 正确行使自己权利 尊重别人和自己相同的权利 不要出了圈了 出了圈了 就是金钱 严重就是犯罪 就这么个问题 那么我们恰恰需要提的这一点 不是说作为一个个公民 而是政府 你要让他选择 你首先得让他知道 他掌握的情况都是不完整 你让他选择什么 那么我们能不能 首先做到政府信息公开 从执行权的另一方面 就是你不公开 我就可以申请你公开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能不能做到公众参与 不管是决策上 还是事情的某一个阶段 都要有公众参与 我们能不能做到官员问责 能不能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 我们这些年 制定了无数的法律 八十年代后期 我就说 我说我们造出一个法律神话来 遇到事情 你去问领导人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 企业家 记者 老百姓 说哪方面出了问题 告诉你 第一 法治不健全 第二 打击力度不够 怎么办 加强立法 加强力度 我说第一 法律作用是有限的 执法是要有成本的 我们现在有多少法啊 这个人大的朱景文教授 弄了一拨人 数了一下 排了一下队 十万多个 我说不加上一半吗 最起码还要加上三分之一 就是党的文件 我们中国研究法律 有这么几样容易忽略 一个是党的文件 具有规范性 就普遍规范性 适用的这种规范性文件 这你要考虑进来 领导讲话 领导讲话 你看那发文 那个部委机会发文 这个学习贯彻执行 他不具有普遍 生意性怎么执行啊 法律 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信用法规 什么这个政府规章 以下 规章以下文件 还有一点 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 你得把一块考虑 做了那么多东西 我们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 制定的法律 大家有一句都说俗了的话 缺乏可操作性 为什么缺乏可操作性 前一段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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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那个那个这个本来是个学者后来去做这个省人那边这个这个重庆市人大的这个法卫主任去了 余荣根教授 和蔡林健教授 我们几个人就说这么一个问题说怎么来评估这个法律 我说很简单 我说很简单找本科生就能干 都学过那法律的逻辑结构 假设 处分 处分制裁 本身法律条纹 提出来算的尤其我们那个行政法规都是制裁都集中在后头 是吧 这法律得人都集中在后头 你把它一个个都拴好了 你看看这多余的话就是你找不到家的话都都有多少 是吧 真正这里面有多少个法律 法律规范 你一个法律中有多少个规范 你把它提出来看看 我们再去看另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东西定的是否恰当 定的是否恰当 既有它 价值层面的问题该不该 就是说你这是个善法是个恶法 第二能不能 这样做做得到做不到能不能达到你的效果 这方面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的社会 发生了分化 成为一种 在主张和利益上都趋于多元的这样一种情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该是统一的 我们从政治学上讲政府当然有政府的利益了 但我们从这个方面讲政府在处理各种面对着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主张时候 他应该是能够相对超脱的应该是利益无设的是能够居间的能够居中能够横平协调不同的利益 能够做出这种决定的但我们恰恰在这个时期 政府是分裂的 我们的法律是抵触的 到现在没法解决 比如我说 在去年 同一天公布 3月1号公布 不是公布 同一年实施的 公务院行政法规 防治条例 比如说我是一个 使用毒品的人 这位穿黄衣服的 是这个 卫生系统的 比如疾控中心的 人 他又可以给我一个捷径的证据 就是我 吸海洛因的时候啊 不要用一个证据来传染 这穿黑衣服这位是一个警察 他就应该不说怎么抓不抓我就应该马上没收这个证据 所以他给我他马上没收 这两个同事就都完成了他们的责任了 这是我们的法律规定 这个 这这种就是法律先不抵触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到 政府机关 同一件事不同的政府机关 这个这工程发改委一个态度 国家放报总局一个态度 有没有统一的 这在法律中 因为我们学法的人出来 不只做法官 做律师我们现在进政府的也不少 另外当利 不同了 人们分化为利益不同主张不同的人的时候 会有各种冲突 我们社会转型之间社会冲突非常多 我们有没有办法 在一个法治的框架下去 去化解这些冲突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也好 警察也好 民众也好 上访的告状也好 都研习了前一个时代的 阶级斗争观点 都看对方向敌人 就没有一种认为对方 我是能够说服他的 我们两个都可以有一些妥协 我们这个冲突总要找到一个办法解决 我们找不到这个点 法治社会的面对利益 我们过去讲啊 在我们像你 在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候讲 那个叫做 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 除非你不是人民 你接着你们抓着去了 但是谁的人民是个抽下概念 今儿看你不会是把你抓着去 明儿他不会是把他也抓着去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 不同的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这表示我的就不是你的 拿走了还回来 给我摔坏了赔 不这么做告诉法院 强不得这么做 不可能这又是我的又是你的 当然还有一点我这个人可能是 有点这个笨 我不理解我们有些法律规定和一些 我们的书上写的这个 某件事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就是 既可以选择干还是不干 又必须干 或者必须不许干 那么 怎么来化解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是这样 认为出来事 就是不安定 实际上一个社会 比如说我出来啊 我要出来表示点 我不满了 我要喊口号了 我要站着你政府某某了 我要组织一拨人都为站在这 我要游行了 我要罢工了 他是应该有不同的步骤 九十年代 我们到珠三角去做调查 东莞的一个政党委书记 跟我谈了一段话 我觉得他的认识在当时很了不起 他说我现在明白了 他说这工人啊 闹事不是反政府 是反这老板 所以我们政府应该居间调停 在告诉那老板这工人的工资老不发这不成 你得发 在告诉工人 按劳动法做目前做不到 因为他这个这些个 三来一股这厂都是小厂 他一个订单 有这批衣服 这批旅游鞋 他来做 他说 那么拖欠工资怎么样呢 不可能不拖欠 有一规定 我站立的规定 不许超过两月 他知道在两边找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还有相当多地方 看着 老百姓到政府那去了 就觉得要来闹事 我心里非常痛心的一点 在清华法学院有一个研究生 农村出来的 毕业之后呢 还年年给我寄他那地儿的 涂测产 有一次到北京来了 告诉李老师我来了 我看我成 我说你来干什么来了 他已经当了副处长了 来接访来了 看北京开两会 他那个是 12个区限 每个区限出 10万块钱人民币 他们一共来了149人 站在那封地里 盯着上访的人 是本地的拉回去 就干这了 那上访怎么办呢 你怎么知道 各省都来了 他就说 一个是问题多的省来 一个是要面子的省来 不是说 30多个省都去了 他到这之后呢 就路上这这上访过来 你得跟他说话 找个问他几句话 听口音 那有充分的不说话 直奔那登记的那去 这没办法 后来跟那登记的搞好关系 所以我们这官员啊就看着 那登记的桌子挺长 这是窗子 这里头挺挺大一桌子 冲着外头喊 你登记你拿身份证来 一看哦 围抱了 外头山东围抱一顿就弄了就走 所以他这 不是我不给他登记吧 他走了他 是啊 我们就干这种事 我们有事情告到法院 有那么一些案子法院是不收案的 我们找到政府部门 你去一个人俩人 他不理你 你去人多 说你闹事警察出来了 就这样做 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之 如果我们从最 低限度的表现 表现一些不满 到一步一步加强 都在桌面上 是这样 政府更容易了解民情 正更好的 掌握社会的秩序 还是都藏在桌子底下 平时一点事没有 如果出事就是掀桌子 那么这里头一些 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 怎么去对待 那么恰恰是我们这些 学法的人 要么急书生气 在这讲一些 在这个社会中没法做的事 要不然毕业之后 进入 法律职业领域 完全适应了另一套 连我们做律师的都是 我们做律师 我我我这个八十年代 人民日报等我名律师 我为什么不做案子 我上课我再来你们 武汉啊 差不多六年时间 每年来两次 给中南 政法和湖北高院做法官培训 福特福特资助的 连我们也来 连这个北京很多教授 梁慧星啊 和北方朱苏丽啊 连美国教授都来 花了那么多钱 我自己说一下 我觉得是极其不成功 为什么极其不成功 后来我看了湖北省两个案子 有湖北省那么大规模 六年十二期呢 培训的法官可不少了 后来有两件案子 都是湖北省 一个是湖北河南 过去抓人 抓人之后呢 说你这个 卖的这个建筑材料 过那边那村里 都是好多卖建材的 你这个假冒伪劣 行事犯罪 那边给钱 这边仿人 后来记者发现 说这个 原告谁就找这原告 当地一个人 说你怎么买那么多建材 那时候我没买建材 说你看这塑状 原告都是你 这判决 他说这不错 是他们让我签过一名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派出法庭 受当地 镇里的要求 每年得上交多少钱 哪去找钱呢 过去抓人去吧 我们还有一个事 也出在咱们湖北 一杆子 原被告打完官司之后 原告手里那判决 原告赢了 被告手里那判决 被告赢了 这种东西啊 就是让你 你你在这儿你 你觉着非常可乐 我们到实际中 不但那法官有时候会做这种事 连律师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得罪不起 我不遵守这种规则 你就别干了 你这个律师 这一个法院你得罪他 不是这法官 这门你别进了 我们上海 法院判的案子 国产血制品 给人传上艾滋病 乙肝饼肝 艾滋病的案子 不收案了 闹事就抓起来 这个 去了 16个病人 15个家属 晚上 白天站那没事 晚上出动了140多个防暴警察 我说这后来我说至于这样吗 这是 最后 解决问题还是领导出来了 解决问题 还不是防暴警察 那么这种案子 诉到法院 法院不收案 饼干 传上饼干 诉到法院 法院收案 每个 赔6万块钱 判决书怎么写的呢 判决如下 第一 拨回原告 诉被告 赔偿6万之情 第二 判决被告给原报 6万块钱 第三 诉讼被被告承担 就这种给钱不认错到这个地步 写的判决书上丢脸不丢脸 但是这种事情 是法官做的吗 那就说在这个社会转型中 我最后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不是提给学生的 不是提给学生的 而是提给我自己 我们 这样一些人 该说的话 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没有 我们的责任究竟在哪里 那么到具体工作中 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个社会要平缓的转型 那么我们行为的底线在哪里 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功能 这可能是转型中的一个副产物吧 就是他有一种功能能够把绝大多数人都培养为机会主义者 这是非常可怕 那么作为一个搞法的人 有没有一定之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 留在大家思考 那么我就讲到这 留些时间 给大家提问 李嘉语 您好 我期待的 农启学 我期待的导师 虽然我觉得 我听说家 新闻老大的国家 要想努力 要想强 要想现场化力 那么你必须要 长大地选择 专制和平台 但其实上呢 法治的他又要重新协制 要求 要法治 那两种东西是根本老师 你觉得 你会看的 以及中国法治的协议 协议 首先 首先 我看法 大概跟你不大一样 我不认为 专制和独裁是必须的 我也不认为说 哪些东西是不适合我们国情的 适合不适合呢 那 要有一定的契机 你说什么时候我们 我们看今天的中国 台湾澳门是大陆法系的 香港 是海洋法系的 我们这里 是一个另外 我觉得 我不好命名 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的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 我们的法律制度 我们怎么样来做出一种学理上的解释 因为这个 我 我也不认为 我甚至不认为我们是 苏联社会主义法系的 我们和他差别是非常大的 啊 那么 就是为什么 同样是有这种文化传统 他都能适应 甚至一种 传统的东西 比如一下 我就想起这么个事情 有一次这个 政法学院的郑琴教授 他做法史研究的 啊 这人已经不在了 也是也是 应该是我的兄长魏了 他已经不在了 他去 香港做专家证人 为什么 就牵扯到 他是英国的那套法律体系 但他处理到 财产民事方面的东西 还要考虑大清理的因素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北洋时期 包括国民党时期 包括我们修改法律的时候 对本土的东西 实际当时是考虑进来的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人 自沈家闻以后 沈家闻老矮宣整个人 不管他们 怎么对立 是吧 这个法理之争 包括后来这个 我们这个学界这些人 不止搞法的啊 主张全面西化的 主张这个 传统的 甚至主张 立如教的 他们那个时期 对外部世界 对本土的认识 很多比我们今天要强的多 就不管他是主张全面西化 还是主张本土的东西 他对各种不同的文明的认识 在那个时代 相对开放时代 比我们认识要强的多 我们现在呢 不能怪外部了 已经开 这是从邓的很大的贡献啊 我们这国家是 开放的够可以的了 我们现在 自己 心浮气躁啊 我们学界在这个法学院里真正的 好好做做学问的 有多少人我觉得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是不是真正 我们要么照搬外面的一套 要么讲已经过时的官话 我们能不能真正面对中国真问题 在开放的世界 与外部对等交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 这是很麻烦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还是和齐海斌老师在一起 我说在 齐海斌老师讲他比我小几岁 他们这些人当时我从他们身上学的很多东西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 这个到这个 西南政法学院开这个第2次法社会学年会 谈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那时候刚有计算机 我我没用计算机 我那会不会 我到又过了十多年我才有计算机 刚有计算机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每个人都要学编程 编程序 那么编程序呢 你这个没考虑好你就编一个东西 最后一检查 一处错 你这一修改 因为计算机这玩意太麻烦 我搞不懂的啊 一修改可能三处错 再改坏了 十几处错了 那么计算机有一个办法 格式化 我统统抹掉 所以我前一段碰你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人说 我恨不得把这个社会给他格式化了 那就说 那么 这个社会不可能格式化就是什么 就是前面每一个图 你都有一个化解过程 说这个我今天喝的是矿泉水 如果是一杯茶 我不断的掺水 不断的喝慢慢他的茶的成分越来越少 所以对前面东西我是不主战搞革命的 我觉得搞法的人在都应该 因为搞法的人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吓掉我们搞法的人很多缺乏一个这种职业的思维要求 在上海培训法官的时候 说到辛普森案 那个有一位法官站起来说你们美国当着美国法官 说你们美国 就法律简直是荒谬的 说那个事情绝对就是辛普能干的 怎么怎么会怎么怎么样 讲一套 后来我说我听着非常可怕 我说任何人都可以说这话 唯独法官不能说这话 你做着这么远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辛普能干的事 这太可怕了 这是做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这种判断 唯独法官不能做这种判断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在面对中国今天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 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社会格式化了 我们前面东西 要很保守的很稳妥的一步一步的化解 那么化解之前你首先有一个认知 我们要注意一点 是吧 有些东西不是表面的 比如像要表面的话 我们很简单说你看 这个 什么什么已经被历史证明 是不成的 那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败论英雄 你怎么知道这次不成下次也准不成 你这句话如果要是能够战斗着脚的话那希特勒说希特勒挺好啊 为什么那事实证明他存在吗 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亮一点呢 不能说有了那个形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 也有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了 也有了那个章程了 我们法律上那个法律文件都有了 我们的法官也穿上法袍了 绝不是贺远方说当时那个 那个那个警察形象 也不是那个 副转干部了 今后都是咱们这些个 硕士博士们了 你是硕士博士了 你穿上法袍了 拿起法锤了 你就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官吗 我觉得 这里面存在着相当大的 就当转型 就是说我们这社会形成很多弊病 比如像我在有一时期我说我们这个社会构成一种 贪官奸商 刁民的结构 为什么这样 我不当刁民活着更难受 就是已经长成这样的时候 你要把它逐步改变过来 是非常难的 而不是由于说这个社会只能用专制 大国必须有什么管法 我觉得这些 包括一个国是大国是小国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有待探讨的 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个大国 那小国 那小国就别活了 这里的有很多问题呢 我觉得 所以说不是说 我的对 你的错 当然也会有我的错的时候 关键的我觉得我们 在学校在校园这个土地 是吧 思维 是有乐趣的 我们应该多想些问题 那么面对中国来说 走出校园时候 作为每一个公民 或者说的具体点 作为一个以法律为职业的人 我们要有我们的责任感 要一种担当 那么其他有什么问题 你刚才讲到 在我们中国的宫建市 他有一些军主 他是有道环境 有一些是不公民的 这一盘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有他那个一个 一个军主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呃 民众 送民众任何军 他其实是有一套那个 呃 论理 或者有一套其他 他的规则代理 这个规则在我们春秋时 那他就是 就是他必须要和那些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 那个公司 他们会 在这个规则进行确认 然后在那个 汉朝的时候 就懂得出 他引入了那个 儒道的那个 那个 就是引入了那些 儒家的规则 就是说一个 然后在 但是 进入近现代以后 是从 毛泽东他 凭借自己个人 成为了 那种 政教合议的 那个领袖之后 他带着我们进进来 进入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 就是我们的那个 最高权力 反复已经成了那个 就是除了那个 最高权力 已经不受到 其他那个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的那种 公司或者说 那个 儒道的那个 一个 约束 所以 我就想到的一个问题 是现在 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 最高权力 它应该受到一些 哪些方面有利的人数 我们不可能 仅仅就依赖他们 行政系统内部的 比如说 他们 去搞一个 要抵得治国 或者说 去搞一个 分权 我们 我们必须要 要要 其他 其他这个 行动系统之外 类似这个就是 市场经济 它自发形成一个 企业家 比如说 或者说 行政系统这个权力 它有一个约束 又比如说 国外跨国公司 我不知道这么说 可不可能 就是说 行动系统之外 它必须会 这样一个 能够对我们的 整个政府的 它的那个 行政系统这个权力 它有一个约束 否则的话 我觉得 这个约束是 起国 另外我还有 我希望我来 刚才你讲 就在建华经历是吧 我们有比较 完善的那个 比如说 那个部门 比如说行动 但是 我们为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 蛮有行动的 我听您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其实我们中国是 不存在那个 就是那个 宪政团 就是说 如果说 所有的这一系列的 这种 这种是 散的 然后 部门的关系 它如果它 在它上面 没有一个更加 宪达的那个 那个 宪法 去那个 去审达 他们是否合正 去审达 他们是否在一起 他们是否 可操作性的话 这些 不管有多少 的那个法律 其实这些法律 都是 会 沦落到那种 无效的那种 或者说 不能逃避 我们中国是不是 应该走的是 宪法 啊 这个 九十年代啊 在北京 社科院法学所 一些人就开始 提出一个 这个要警惕 要警惕一种 有法律 无法治 有宪法 无宪政 这样一种局面出现 那么宪政问题呢 在中国历史上 我觉得 很值得我们思考 看一下那个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了这么厚一本 宪政资料 包括从就整个过程走下来 啊 那么这个这个情况呢 走到 实际上在最近的就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话呢 二战胜利之后对中国实际是一个契机 就是国共两党 来谈判 毛泽东著作中提到的联合政府 那个时候却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 当然后来 又由于各种原因啊 历史的问题包括偶然原因包括前苏联 其中的作恶 我就可以说真是作恶 还要重新 挑起这样一种战争 那么我简单 因为时间关于我简单说这么两点 就是当时能做到什么样 国共两党谈判 要召开政协 就是就政协 要实施宪政 于是呢 当时的报纸就登出色论 质问蒋介石 国民党开会 我忘了几中全会 蒋介石这也是比较霸道的人 他这个底下人呢就 不敢公开反对蒋介石 就要弹劾那几个谈判代表 张子忠邵立子这些人 就是他们把国民党卖了 后来蒋介石说 要实行宪政 就要许人说话 要许人说话 就要许人骂我 这是我同意的 那么在那个时期呢 国共两党 第一个人 共产党 共产党 裁军 十几万 第2年 军队混编 国军 党军变国军 是吧 呃 毛泽东 等8人 进南京政府 这个 中共中央 从 延安 签到回音 这些在我看到这个史料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我说居然历史上还有这种事情 最初我看到另一个人写这件事 梁主鸣 我绝不相信 我说共产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等后来看到史料的时候 知道确有此事 但是后来这个各种阴差阳错过去了啊 就说宪政不见得是不能实现的 那么20世纪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就是苏美的对立 在冷战这样背景之下对中国的发展 影响太大 在这个 时段里面 或者说整个20世纪 尤其是20世纪的 后半段 我们干了两件事 一个叫做 造神 一个叫做树敌 我觉得到今天就是我们能不能超越那个时期的 那样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能不能接受今天的世界主流 是 和平 发展 合作 我们能不能真正接受一个多元的世界 这在江 这在江的时候 两次讲到这个问题 我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一次是在 他代表中国出席 联合国千年各国元首峰会 一次是他在国内的七一讲话上说 我们面对一个多彩的世界 我们认识到这种方物多彩正是人类发展的 一种动力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 像李大章那人说 是他明日的环球必将是 赤其的世界 他认为一片红是最美丽的 等到第三代领导人说 我们要面对一个多彩的世界 这个多彩正是他的活力 是他的发展的基础所在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和我们不一样 能不能 真正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 对外就是个和谐的世界 对内就是个和谐的社会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 那个 对 说 我相信同学 可能还会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李老师是晚上八点半 就马上从这直接到机场 要时间45分钟才进 然后呢 我们有 这个高空机 要有一半小时的到机场的路 还有吃碗菜 时间已经非常紧的 今天只好就到这 我相信大家会相信我该也说的话 没有来的同学 被后悔 对不对,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听到一位很独特的学者,然后能够给我们做对中国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理解的道路,能够做出这样的,不会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一个讲解。 把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很多,是吧,公布进他的这种,无道的这种,而且是融被贯通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解释。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都从这年,受益很多,而且我注意到,在李老师在做讲演的时候呢,几乎啊,因为我做的钱,几乎没有人这场。 我们后来有人去讲,是讲完,我开始答问题的时候,就说明,我开始,你认真我开始说的话,我们来的,今天到的同学,一定会很满足,那么没有来的同学,他们一定是会后悔的。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李老师。 其实,在学校重要的是争论,是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这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